各位我相信 我们大致上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已经把Power BI的雏形 或者是怎么分析 我介绍了一些方法 让我们去了解 你看我们有网站 这个网站的使用性 我加了一些标准或目标来去观看 去做同期的比较 去做贴文的 趋势 就是这个新闻网站 新闻公告网站 它的一个贴文趋势 居然是下滑 然后贴文的预测 还有错误新闻的一个公告 那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们呢 如果想要去分析自己的GA 自己那个网站 其实我们开启一个Power BI 真的你现在就要登入咯 你那里面真的已经有资料了 不多 如果1啊2啊3啊 那都是事实 好 来关掉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取得资料 所以请点这个取得资料 然后取得更多里面 请问在座有谁没有脸书 都有脸书嘛 对吧 好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线上服务 线上服务这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点GA 好 如果大家都有脸书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脸书 好 然后这边GA 然后点选连接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连线到第三方服务 什么叫第三方 这个Power BI是第一方 我们第二方 使用者是第二方 然后呢 第三方就是另外一套 例如说Google Analytics 第三方 好 第三方的一个连线 那所以我们当然要登入它的账号跟密码 所以它会告诉我 特别提醒我这件事 好 我就点选继续 然后接下来这边 您目前尚未登入GA 好 目前尚未登入 那我就登入咯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输入自己的电子邮件 或电话号码 然后点选继续 电子邮件完毕 密码 继续 然后他就说 这个 这个是我的电子邮件 他说 他要求要查看我的这个GA资料 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微软公司那个POWBI 他要求要去查看我的资料 那当然要选允许 好 然后他说我目前已经登入了 登入当中点这个连接 点好连接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选自己的网站 自己的网站 feature点上 然后接下来我的是这个 这一个是我的 里面是不是有所有网站资料 点他 那点左边这个三角形 里面是不是一堆 我们先找两个好吧 先找两个 最基本的两个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这边不是有一堆内容吗 好 我们先不记那么多的英文单字 但至少 至少 有看到使用者 对不对 user user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时间 还有 这边是不是有station 好 我们先介绍这三个英文单字 而且这些都应该不是英文单字 只是在这个地方 这叫使用者 这叫时间 这叫工作 工作阶段 好 我想应该记住了啦 其他我们先不介绍好吗 第一个 我们在时间这边 时间我们先勾选date 这边可能会先出现一个错误 好 因为这里面这个图示所代表的是一个 就是 像文字 可是它已经经过测量了 例如说 它已经把它做成年月日 日期阶层 好 那接下来我有日期 我是不是要去勾选 例如说 这边我先把它最小化 日期我选择了一个咯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叫station station 我选hit hi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点它 就是有进入到这个网页了 好 意思就是说 11月20号有八个 八次的hit 11月21号有四次 11月22号有220次 好 依此类推 可以吗 像上个礼拜有几次 1月18号有79次 可以吗 好 那 所以我觉得你至少先点各选一个 还有使用者 使用者是不是在这边 user user 我们就先勾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先选newsations 选newuser好了 对不起 请选使用者 请选使用者 因为等一下 我要其门算一个东西 可以吗 就是说 这两个人 这边是不是代表两个人 他去 他去不同的网页 可以吗 这边只有两个人 去不同的网页 当然有可能 一个人到7页 另外一个人只到1页 有可能是这样子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边是使用者 我们先不要讲太多 讲太多 这里面不是有一堆的内容吗 是不是都可以去做分析 可是我觉得 我们先点 这边是不是日期 这边是不是user 这边是不是hits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先选这三个就好了 然后点选再入 可以吗 我再强调讲一下 我在session里面选hits 我在这个times里面选date 我在user里面选users 好 点选再入 这边是不是有三个资料 这叫所有网站资料工作表 就是表格 然后接下里面有三个资料 可以吗 我等一下再教你如何加第四个资料 如何加第五个资料 因为都是你的资料 是不是全部都有可能随着你的分析的扩充 例如说我要分析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或者是不知道 对不对 好 请你们先取得资料 取得GA里面 例如说日期啊 点击数啊 使用者 不起 谢谢 对 对 谢谢大家